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确实 也肯定也风光 也是风光的 对吧 这就是老人传下来的 是不是大户人家家里没这东西 这是60公分左右的东西 这300大件 这都十分大 挺像挺好的东西 之前回老家翻东西 还翻出来一个香炉 我看看 你给看一下 我给抽一点 好 这个题材挺好 这是一个五轮图的一个题材 五轮图 指的就是 我都当成东西的 都没到 看 之前在那还搜出来两个这个 你给看一眼 哦 这是两块银园 银园没问题 小头 但是最近银园这个价格跌了点 现在卖的话 反正价格少了点 你要着急用钱的话 那就 那就出来 要是不着急的话 可以留一留 因为银园吧 五年来最低价的今年 最低 这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 没什么用啊 嗯 我这脑子随手 随手 你看这个 我都没当啊 好东西 有 您这 您这祖上不一般呢 那是有银园 之前有 还有很多铜钱呢 还有铜钱 是吧 嗯 那铜钱都让我送人呢 都没到 自己都没当个事 你这香炉也是老的 这东西都老的 经常我们下去收东西啊 很多拿出来的东西都新的 或者说是有老的有新的 你这东西都老的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也不是老的呢 是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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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德卢 东西没问题 我主要看看 我主要看看 有没有磕哈 你先拿一下 你先拿一下 银园没问题 银园现在少了 银园现在价格跌了 银园反正现在的话 小头的话 能给900块钱 你这个吃点 来来加来可能还多点 还会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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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拿来拿去 都不知道拿哪去了 银园还行 多少的 有点小客户 对吧 这种的 一看就老皮壳 老包酱 他这个东西是保存越好 价格越高吗 你这个保存的不太好 你这上面这皮壳包酱子 是吧 你这一看就是没当回事 还有土啊 有啥 还有土啊 有啥 你看 东西没问题 两块咽也没问题 就在一块 这个一吹的话 都温温了 是吧 这老子 我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卤也 卤也不错 你卖吗 你这几件 要卖的话 我就都给您出个最早价 卖呀 卖是吧 肯定卖呀 对 尤其是这个大件 尤其是这个是吧 对 这个因为摆个来摆个去 害怕摔了 是吧 对 这个的话 这个题材啊 稍微的 就是说这个彩头啊 稍微的俗了一点 这个但是实话实说就没有 哎 别的那种可能更艳一些 或者说更好看一些 但是呢 这个题材也不错 是一个五轮图的一个题材 就是上面指的是君与子啊 然后这个 夫以君啊 彭与友啊 等等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题材 嗯 品项的话 我炒了 东西的话 保存的确实也不错 呃 能给六千五百块钱 六千五 哎 六千五百 还能再高点吗 六千五我给 我也是 确实我也是 也是 也是 也是时间给的 对吧 主要是这个东西 它存放不太方便 你看我这 实在家里也是没有地方 我就怕我给它摔了蹭了 这个东西就不好说了 因为这东西 市场价的话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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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不多 就咱本 本着市场价去走 多少的给自己留点小利润 对吧 这个这个因为年轻人我们更好共通 是吧 比 这个时候我也对吧 就就就直接就出最高 对吧 也没必要那个嘛 银员的话 小时候咱是九百块钱一块 九百一块 两个一千八 这个炉的话 这个炉能做给你 这个炉 这个炉 呃 你家里人你问了吗 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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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你了 是吧 对对对 就确定卖 对对对 给我 要不然我也当不了这个组了 对对对对对 给我 要不然我也当不了这个组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我这边也快 快可能就 一开始我也没当不好 好劲 结果查了一下 哎 之前他们有收的 没甩 哦 我接着电话 哎 哦 车提一下 是吧 哎 是了 是吧 哦 行 好了 你等我两三分钟 我提一下 哎 好 哎 好 提一下车 可能打完一车位了 这样的话咱就快一点 我就 咱就那个说了 好 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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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炉的话 我能给一万二 这个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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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 我 我绝对 给价 摸着良心给 一万二 哎 别人给的话 可能也就给个三五百 或者说几千块钱就收购了 这个年费还可以 轻忠的 要不您打个电话 问了 看看卖吧 要不您看 要不就 因为我也着急走 你看我的电话 是吧 我也挪车去 还问吗 不用 不用问 我这个可以做主 可以做主 啊 一万二 一万二完 我也给自己稍微留了点力 对吧 对吧 因为你可能 没有我这个渠道吧 你也对 你也卖不出去 然后再有一点的话 别人的话 可能也给不到这个钱 你但是呢 也 你要是 要是不信任我的话 你也可以再 主要是信任你 才可以 才让你来的嘛 对吧 嗯 行 咱就诚心 行 那我就 咱就拢拢 是吧 那我就 给你归上一下 好 这三件啊 因为都是年轻 请别赢 这个的话 是六千五 啊 这两个是1800 这个是一万二 好不好 这样的话 我 我直接给 你微信传 行吗 行 刚 高度是agm 58 公分 将近 60 公分 啊 这是一件 300 大件 的一件 大 的 架装品 啊 非常的难得啊 因为它是全美品文文整整啊 然后呢 这个题材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五轮图啊 五轮纪五常啊 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然后呢 咱就给大家详细的解说一下 这是凤凰啊 凤凰代表的是君臣 仙鹤呢 代表的是父子 这边画的还有鸳鸯啊 鸳鸯代表的是夫妇啊 这个呢 这是己灵 代表的是长幼兄弟啊 然后呢 这是黄鹰 代表的是朋友 通俗易懂来讲呢 就是指这个君臣呢 要有义 父子呢 要有亲 然后这是夫妇 夫妇呢 要有别 这是长幼呢 要有婿啊 也是指的是兄弟啊 这是朋友呢 要有信 就是说我们做人做事呢 都要规矩啊 做人做事 要做一个有规矩 讲情义 讲道义的人 就这样的一个意义啊 所以说这样的大平 还是非常难得的 个头非常的大 然后呢 这个磁胎啊 非常的厚 就重量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重啊 重量非常后面呢 是提的就是蚊子 蚊子咱就不读了啊 然后呢 油款啊 一般带油款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都称之为名家了 贷款 全美品 还是非常难得的 重点就讲一下这两件吧 银银银咱就不讲了啊 这是一个清中左右的 清中版就是道光啊 咸丰左右的这个冲天耳炉啊 一非冲天之意啊 然后呢 它是按照宣多炉的这个知识去做的 这件东西啊 你看了啊 皮壳熟旧 包浆自然 然后呢 这个传世痕迹啊 相当相当的明显啊 呃 主要是这个皮壳真的太太漂亮了啊 老皮壳老包浆啊 非常的自然 属于傻开本 再一个就是他这个款啊 大名宣德年制这个款 刻的是非常的清楚有力 这个款给这个炉绝对的加分了啊 像这么清楚的这个宣德啊 款就是说是非常的少见 这个款真的是太美了啊 非常的壮观啊 然后呢 也大气啊 东西的话 呃 确实是以前这种东西行情好的话 两三万 但是呢 近几年同期啊 包括银元 价格都比较低迷 所以说 呃 对吧 跟着市场行情走 好吧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请为阿斌点个赞 点个关注哈 阿斌上手 东西无用 咱靠谱 谢谢